排骨提前放盐,料酒砂锅炖烂,豆芽洗净控水,松切断,锅中放油烧热放入葱爆香,放入豆芽,放酱油,炒一分钟,连汤放入排骨,放盐,焖五分钟后火调最小,剩出半碗菜汤,放入面条,拌匀,再把菜汤一点点倒入没沾上菜汤的面条,盖盖子中小火焖五底线六分钟 即可